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希望大家度過了一個愉快的週末 每到週末 我們都會在副頻道做一個週末特輯 分享一些特別感人或神奇的故事 上週六 也就是6月18日晚上 我們做了已期英航5390航班的超級感人故事 沒看過的觀眾一定不要錯過 我們也會在留言區貼出節目的鏈接 方便大家點擊觀看 今天的節目 我們來說說 被稱為印度神童阿南德的最新的預言 並對照現實來驗證一下他的預言是否準確 這個神奇的少年占星預言家 在6月3日和16日都公布了新的視頻 預言即將爆發新一波新冠疫情 幾乎是全球性的 並說從6月20日開始 點名英國以色列會出狀況 他也提到中國並不安全 同時 阿南德在視頻中 還分享了他認為合適的防疫方法 而在阿南德公布了視頻後 英國首相約翰遜 因為英國感染印度變種病毒Delta的比例相當高 因此宣布了6月21日暫停解封 以色列在6月19日意外出現了44人 確診感染印度變種Delta 再次驗證阿南德的成功預言 阿南德說 6月20日的特別之處就是 木星在這一天開始逆行 要回到土星 這對整個世界來說都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也就是木星要離開水瓶座 回到摩蝦座 這是一個特定的事件 從中可以分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逆行 從2021年6月20日開始 第二階段是2021年9月14日進入星座摩蝦座 第三階段在2021年11月21日再次從摩蝦座退出 而天上的這種變化會反映到地球上來 阿南德說 木星逆行回到土星 對整個世界來說都不是好事 新冠疫情首當其衝受到影響 而許多國家將在6月20日到11月21日的這個期間 迎來新一波的疫情 包括印度在內的大部分歐洲國家、美國的大部分地區 還有印度和世界其他地方 可能都會受到影響 他建議身在不同國家的人都要小心 包括關注日本等其他地區 阿南德還提到 進入了7月份之後 這種動盪不安會變得更加明顯 有些是人們看得見的 有些是不可見的 因為土星和木星這個期間 處在一個相對的位置 阿南德在這裡專門畫圖加以說明 是火星和木星的位置也會帶來影響 到了9月到11月 事情將變得更加糟糕 因為木星已經進入了摩歇座 在這個期間對全球都非常不利 即便到了11月之後 疫情仍然會一直肆虐 但是全球經濟會有所好轉 阿南德認為 疫情要一直到2023年4月以後才會減少 我們稍稍看看目前全球的疫情狀況就會發現 印度出現的新冠變種病毒Delta來勢洶洶 已經開始影響全球 甚至已經在歐洲擴散 除了在英國感染者中所佔比例相當高之外 在葡萄牙的這個比例也達到了60% 葡萄牙政府6月20日表示 造成病例激增的原因是源自印度的Delta變種病毒 在境內傳播 里斯本有60%的新病例就是感染了這種變種病毒 而20%多的新病例是感染了Delta病毒 在德國、法國和西班牙的群聚感染中 也出現了Delta變種病毒 這種變種病毒的特點就像是重感冒一樣 不容易引起人們注意 傳染力更強 傳播很快 而且導致患者病情惡化 轉為重症的速度也比之前更快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印度尼西亞的首都雅加達等地區 最近疫情復燃 新增的確診病例 同樣大多數都感染了Delta病毒 不少人很快轉為了重症入院 導致印尼的一些地區的醫院人滿為患 日本是阿南德提醒大家也要關注的國家 目前日本的疫情得到控制 在4月底實施關閉措施的10個地區中 近日已經有9個宣布了解封 但是日本專家憂心 因為Delta病毒傳染力強 7月下旬到8月 日本可能會發生新一波的疫情 至於中國的疫情 阿南德則有另外的說法 他說 因為中國強力保護資料 不向外界透露所有事情 沒有具體數據 所以不能100%確定那裡發生了什麼 但他不認為中國目前是絕對安全的 從理論上來說 通過占星數看到太陽系內 星球的運行對應到地球 給人間帶來的影響和變化 阿南德應該也能看到在中國大陸會發生的情況 但是中共發布的都是疫情可控可防 這一類掩蓋真相的數據 和實際情況相差萬里 就像2020年武漢爆發的疫情那樣 這種情況下 即使阿南德看到的是很糟糕的情況 他可能也不會直接說出來 所以 關於中共國的疫情 他說的不確定 但也肯定了一點 那裡不是絕對安全的 前一段時間 廣東省疫情復燃 到現在還沒消停 6月18日新增的6個本土病例中 有兩例是感染了印度的變種病毒Delta 大陸媒體報導 這兩例分別是 深圳的朱某和蕭某 以及蕭某身在東莞的妻子李某廷 這三個人和此前6月14日確診的姜某 感染的病毒株完全是同源 姜某是深圳保安機場海關的工作人員 因此 他們四個人的接觸史受到了關注 報導說 這兩名18日確診的案例 都曾到過深圳保安機場 而姜某曾在6月10日負責國際航班 CA868入境旅客的流行病學調查 這個航班有多達32名旅客確診 經過基因測序發現 朱某、蕭某和姜某三個人感染的病毒 和這個航班上的三例境外輸入陽性病例100%同源 這三個人當中 姜某有清楚地接觸入境旅客的日期和地點 但蕭某和朱某卻沒有 報導中指說 蕭某曾去過機場交通中心 而朱某是保安機場的餐廳服務員 他們兩個人是18日確診的 感染了目前最具有傳染力和殺傷力的 印度變種病毒Delta 18日 這兩例Delta感染者確診後 東莞當晚連夜對250萬人進行強制檢測 深圳在19日對當地人進行新一輪的全員核酸檢測 並從6月20日凌晨起 通過各交通站離開深圳出省的人 都必須持有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的證明 這些動作聽起來似乎很迅速 但問題是 確診的這三個人 從6月10日開始到18日確診 中間有一週的時間 他們是什麼時候感染的呢? 他們中有一個人是機場的餐廳招待 有一個去過機場的交通中心 這些都是人流量非常大的地方 而且多半旅客會是深圳甚至廣東省外的人 當中有外地人被感染了嗎? 現在誰都不知道 6月17日的那天 我們做了一期節目 提到了印度變種病毒Delta 感染了全球74個國家 近日 世界衛生組織聲稱 這個病毒感染的國家已經超過了80個 在全球範圍擴散的速度很快 一些專家也覺得 很難說疫苗有多大的作用 很多英國人已經施打了疫苗 但仍然受到了印度Delta變種病毒株的影響 疫情復燃 剛剛提到的深圳機場 朱某餐廳服務員也接種過 兩劑國藥集團的國產疫苗 阿南德也一直說 疫苗不是鈴鐺妙藥 比如接種率名列前茅的智力 目前正在經歷最嚴重的爆發 接種快速的以色列和英國 也面臨著疫情的惡化 6月20日之後會變得更加糟糕 人們也不知道疫苗裡面有什麼成分 對變種病毒還有多大的效力 阿南德認為 不管面對什麼疾病 人們都可以通過遵循祖先流傳下來的 古老占心術和傳統醫學阿裕費陀強身健體 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他還呼籲人們必須主動開始健康的生活方式 照顧自己和他人 根據維基百科的解釋 阿裕費陀是印度教和佛教的傳統醫學 認為人體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當身體與自然不調和的時候 人體的機能就會受到阻礙 進而導致生病 在阿裕費陀的醫療方法中 主要有三種方法 藥草療法、推拿療法和瑜伽療法 對阿南德來說 這些都屬於外在的方法 而最重要的是精神 對心目中的神保持堅定的信念 這是度過難關的最關鍵的因素之一 阿南德所做的預言可能有些是成功的 有些並未發生 這也會受制於他自己的功能 但更重要的是 他跟我們分享的對神的正信 能幫助我們度過疫情的難關 這很值得我們去思考 特別是中國大陸人更應該進一步的思考 以無神論摧毀了中國5000年 精神、信佛、傳統文化的中共 該當何罪呢? 所謂百年黨慶之時 可能就是病毒找上門之時了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